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個現在是凌晨的2點鐘 不要忘記說這一期的這個 黃沙破壞者一定要接一隻 SP的聲音 這個影片開始之前先感謝 借我傭兵的大大 桑斯恩羅斯還有這個溫伯大大 那他的這一隻SP的聲音 如果沒有這一隻的話 我這一期大概10%都不可能 那我這一次 打就是最多也才 18.2B而已 那現在還有兩天的時間 然後是在應該是在8%吧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最後面還是會落到10% 那但是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戰鬥紀錄 戰鬥紀錄的話這個18.2B 第一隊的話基本上跟這個 排行榜上的隊伍差不多 那就是薯炮 薯炮是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在考慮說薯炮是不是也要再繼續提升這個刻印 然後第二隊的話呢 這個第一個坦克的 這個角色 我有試過木盾跟這個雅爾貝德 那傷害都差不多 那但是呢 打最高分的是 這一個 這個什麼卡尼薩跟魯克 那這隻角色的話呢 是正好這一期有在試用期間 所以趕快把它拿來試用一下 結果這一場就很幸運的 讓斯加萊特打出最高分了 然後第三場的話呢 這個母獅子 一般來說母獅子的傷害其實還蠻穩定的 那我有一次是爆擊到這個1.2B 可惜這一次的這個高傷 沒有 沒有讓母獅子爆爆出那個那個那個最高傷 但是我的這個戰士數啊 也還沒有點到107喔 其實也才107而已 我看那個那個B站啊 很多作業喔 每一個人的這個戰士啊 應該說那個生命之數都是150喔 哇那個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喔 好那我們來看第四隊喔 第四隊的話呢就是 嗯 拉庫是主攻嘛 然後這個貞德 貞德的話呢 我有把那個原本我是307 然後呢 我用這個自選家具升到309 但是呢傷害好像影響也沒有很大喔 這個樣子 好第五隊的話呢 就是SP的獅子 然後阿斯塔 盧克雷蒂亞 跟這個新媽喔 那新媽當時花了很多資源鏈 那但是呢 也不知道說這個投資起來說 划不划算喔 那總而言之呢 最終我覺得SP的獅子 還是蠻值得投資的 但是呢 事實上呢 就是在看幾期的這個祖宗夢境啊 SP的色恩好像影響還是比較大喔 不過呢 還好齁 我們還可以繼傭兵喔 那所以說這個 現在是禮拜天的這個 早上 凌晨2點鐘 不要忘記齁 8點鐘射個鬧鐘 趕快去搶喔 好那這個 這個打魔王的話呢 就是傷害最重要 影響最大的就是 SP的色恩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末日敬畏齁 然後還有啪啪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競猜喔 競猜的話呢 其實CP值最高就是 你一定要猜一次齁 因為他只要 只要參與競猜 你就可以獲得300波爾金幣 也就是說你猜第一次呢 你只要花300波爾金幣 那如果說你猜兩個數字呢 那就會變成是300加600 就是900波爾金幣 然後呢 一次最多猜五個數字 那如果說你猜五個數字呢 就是你花了2700的波爾金幣 那其實會有50%的距離不中 其實還是蠻高的齁 就是50%的機率 然後2700波爾金幣 拼這個6000波爾金幣 所以我覺得不是很划算 那但是呢 你每一期至少都要猜一次齁 因為如果說你只猜一次的話呢 就是花300波爾金幣去拼6000 其實這還是蠻值得的 好那這個本期的結果 我講是這樣講的 結果我忘記去競拆了齁 應該要拆個一次 不過呢 上期我有中齁 所以說運氣不錯齁 不過上期我是拆了三個數字 所以上一期的話 我總共是花了600X3是1800 然後再返回300 所以是1500 所以我就是花了1500 然後獲得了6300齁 那這個300的話呢 就是應該是包含了這個 你下注的那一個 那一個助額齁 就是 他就是說你投注600 然後返回300 所以才會是300加6000齁 那這一個領獎的 領獎的這個 這個時間點呢 他就是會在這一個 呃 祖宗夢境結算的時候呢 透過郵件發放齁 好那所以說 這也是我第一次競猜 猜中這個數字 所以我覺得 呃 機率真的是 反正這個真的 真的就是碰運氣了齁 所以我覺得 每一次的競猜 你就只要猜一次 碰碰運氣就好了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K 我們下期見 拜拜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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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了